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 践行与生活分享的 线上广播 我是Ariel 嗨嗨 我是主持人阿布 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 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 亲手收听 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 靠北山友与向导检定的 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 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 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 让我们在山下 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今天很高兴 我们有邀请到 吴源和吴老师 第一时间我在FB 有看到他有PO一篇文章 让我笑到 台语叫做笑到病鬼 3月4号 吴老师有对他FBPO说 咦 我好像不能像汪江张万六那样说 阿姨 我不要努力了 认识吴老师都知道 其实吴老师的年纪 大概有破五六十了吗 快六十了 快六十 OK 然后底下就有留言说 对啊 像老师这个年纪 应该不能找阿姨叫做阿嬷 然后就看到我就觉得 干超好笑 那今天感谢吴老师来上我们节目 我们台湾呢 不只是生态与战景观丰富的岛屿 更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土地 台湾的山跟水呢 充满着百年前部落间的联络道路 同时也是狩猎文化持续传承的路径 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 宗爱户外与台湾这边土地 也熟知台湾古今 三野技能与经验丰富的说书人 吴源和老师 哇塞 你螺丝也吃得太严重了吧 好 掌声鼓励 我也是久仰吴老师的大名 吴老师大家都是称您 吴源吗 吴源老师 吴源老师 那其实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 吴源老师 其实是跟古道无关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古道达人 就是吴源和吴老师 但是其实我知道 吴源老师的时候 是因为一个 自己的学弟 自己就YouTube上面的影片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是不是还记得 因为在2017年呢 有一位29岁的登山者 李明翰 他那时候读攀能高哈伦横断 有一个叼刷35天的故事 那个时候 吴老师就是其中的 搜救队员之一 请问一下这个案例 请吴老师也回想一下 这一个山难的事件 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其实我是在 嘉明湖山屋当管理员 向阳山屋 对 因为那时候连续两个封面 就是一条山屋 刚好连续两个封面 所以我们嘉明湖那边 也下雨下得很大 后来南横就断掉 断掉我就提早下班 我们本来一般要待10天 我第7天就跟另外一个管理员 我们用走路的 走到那个乌路那边 南辩车下班 然后回来之后呢 其实晚上无聊嘛 就手机打开看 就看到学弟说要找人 那我也没有管他什么事情 因为事实上 我以前加入的社团叫做中兴法商登山社 那这个学弟其实是我们社团已经搬去山峡改名 叫做台北大学登山社 我跟他根本不认识 年纪悬殊也蛮大的 所以我就跑去睡觉了 然后隔天长起来发现 他们找人找得更急了 因为几乎没有人可以去搜救 所以其实那时候 花连的消防队 他们找第一波搜救队是那个秋豪 黄秋豪跟那个雪阳 跟黄玉祥就两个姓黄的 他们坐直升机上去做第一波搜救 跟消防队 我想说有人上去就好了 结果没想象过几天 他们两个就坐直升机就下来了 是哦 就说没找到人 但是他们已经把 那个上游靠近能高安东军 能高南那边收完了 然后另外这边也收到那个哈伦工作站 就等于范围已经缩小了 然后我才想说 那就去拜访他父母 想了解一下这个雪地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先去拜访他父母 对我先去他家拜访 OK 只是那一阵子就天天下雨就对了 后来拜访完之后 好像才隔大概三天吧 他就打电话出来说他还活着 所以我就出门了 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说 等天气转好之后 然后请雪地妹准备一些那个 器材跟粮食 然后我再上去 沿着他走的路线走一遍 看能不能找到人这样 其实那时候 本来心里面OS是找到尸体的 因为时间他隔太久了 其实不太抱持什么希望 可是我去他家 觉得很有趣是那个父母 那个信念都很强 都觉得他耳在活着 一般是不是都会这样子啊 因为一个月是要太久了 对一个月了 但是他们的父母都还是很坚信自己的儿子都还一定在山上的某个地方活着 对 那是因为他这个儿子很特别 他以前就常常毒攀 而且在山上也常常待的时间会非常长 非常漫长 那他都没事 表示他在这方面 他对野外那种饥寒交迫 其实他的人耐度是很高的 而且他能力也确实还不错的 嗯 父母对他真的很有信心 那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吊刷 他从那个以前古老时候留下那个 哈伦山山地铁道上面摔下去 摔下河骨 然后受伤吗 受了很严重的伤 他昏迷醒过来之后 那个等到身体 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 他往上爬 爬到有讯号的地方 打电话求救 哦 哇那但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会隔一个月的时间啊 他其实应该大概 第二个礼拜就摔了 问题他摔下去之后他又昏迷 然后又再努力想办法 哦 等到身体恢复再往上爬 爬到有讯号的地方 然后才求救 他一个月差不多啊 哦 所以不是说山难发生之后一个月啦 是他这整个行程的经过是三个月 三至五天 他整个行程加起来 谢谢老师的解释 OK那我们针对山难这个部分就到这边 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就是什么呢 古道 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真的是一个热爱古道的老师 好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老师的一些基本介绍 好 吴老师曾经是汉声广播电台古道旅行的讲师 也是MIT台湾制的讲师 更是台湾山越杂志的特约编辑 本身也在嘉明湖当过生物管理员 在米亚桑呢 也担任过台湾近代登山时讲座的主讲人 那也有非常多古道探勘及发展的经历 对我来说啦 我自己就是没有那么长去走古道 对我来说 古道是一个蛮神秘 而且充满魅力的单字 想请问吴老师 对于古道这两个字 会有什么样的诠释或定义 古道在以前来讲 都会用广义啦就是古实的道路 但是我比较不欣赏这种讲法 因为如果这种讲法台湾到处都是路 因为台湾从河南 明镇清朝日本 其实先民留下太多道路了 原住民走出来的也都是道路 对 所以我不太喜欢这种说法 我比较喜欢把它分成 所谓的古道跟所谓的山境 就是说道跟路啦 关道跟旧路啦 关道就是指之前一个政权留下来的 有委派工程师啦 拜兵官啦 然后有发经费啦 有留下地图资料啦 有留下文献资料啦 那个关道我们就 现在来探讨会比较容易说 我就称它为古道 那如果是那个旧路的话 就是比如说以前民间 不管是原住民的迁徙道路啦 联络道路啦 或者是汉人的那种 所谓的叫做经济道路啦 比如说他可能去调盐巴啦 或者采茶叶啦 或者采张脑啦 然后抽藤啦 那些比较经济属性的 所以你看台湾现在不是什么 渔路啦 沿路啦 调流路 那个我就比较属于旧路系统 我是喜欢把它分成两个系统 所以老师这边所谓的古道 就是以前的像这种官道的部分 会把它视为古道 对我比较喜欢这种定义 因为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他当时有花钱去做 所以其实他的维护 各方面来讲 你可以找到很多文献 也可以找到地图 所以他就会比较有一些历史的 不一样的人文意义在里面 对会比较明确 你可以看到他如果路坏掉的时候 他一定会去修理 他如果修不好的话 他就会改一条新的道路 像你们常常听说什么追路古道 有追路旧道追路新道 因为他就是旧道坏掉 所以就有一条追路新道 所以他不一定是登山的道路 他基本上应该是说 他就不是登山为墓地 他基本上是一个 以前古时候的联络道路 对应该是 比如像清朝的墓地 第一就是为了开发东部 所以你听过什么巴通关古道 关门古道 那个清朝你看那就是东西巷 或者什么树花古道 从宜然走到花莲 或者进水营 从屏东走过去那个台东 都是属于关道的部分 对就是属于比较属于关道的部分 那如果以前像开发山林 这种林道那算吗 林道问题是 大部分的林道都是国民政府来才弄的 所以林道比较少 我们会把它称为古道 而且我们的古道一般来讲是指人行步道 不会讲车道 车子能够开的 我们不太会把它纳入古道这个系统 只会等于说他在还没变成车道之前 他曾经也可能是人行步道 像台湾有一个最有名就叫省道台义县 那个在清朝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那些士兵官员 他们要去就任的时候 比如他去宜兰 他从台南出发走过去的时候 那个关道 可是后来这条路线 你看就被柏油路灭化嘛 就开始车子在上面跑了 这条路我们就称为叫做文献上的古道 一消失的古道 所以路是有生命的 它可以从很细的 有人走的路变成柏油路 变成车子可以走的路 是我常常说路 其实就像变形虫一样 你像如果日本的古道来讲 你看那个奥兹西道 其实你下去走 其实他们都是变成柏油路灭化 对对对 但是以前那年代呢 它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个联络道路 对 就是人走 顶多就是有马的 或者轿子在上面移动 这样而已 所以说对于台湾来讲啊 这些原住民早期 他们的移动道路就比较不算这种关道 那个我觉得它困难点就是在于 它的维护性并不好 比如说我迁移过去 然而我可能这两个家族在早年 可能还有往来的 是路会比较清楚 可是如果原住民是已经经过两百年三百年来讲 这条路它后来已经没有再使用的时候 那个路其实就开始被灌虫 被杂草给覆盖掉 你下去走你也不觉得那是一条路的 因为那是非官方的啦 所以没有再去做维护 是 也没有列下任何文献 是 那吴老师刚刚提到的说是 没有人走路会逐渐荒废 会有说什么路越走然后会越对道路状况破坏 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吗 古道我去走现在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破坏 第一来因为你没有人走的时候 它灌虫就长起来 杂草就长起来 然后接下来它动物也会去破坏 比如像水路啦或者山柱啊 它会去拱那个路面 为什么 因为它找里面的草根树皮吃啦 或者要吃里面的蚯蚓啦 所以它拱的时候其实就把你叠在旁边那个石头 给拱开 拱开之后其实就松动之后 其实就很容易长些树啊 或什么就把它蹭得更开 那再加上台湾又有很多台风地震 所以那个路就回了 所以一条路如果没有人走会逐渐荒废 太多人走其实路也是会 比如说路面它旁边没有太多植物 去保护住它的土石 那下雨的时候路会崩塌 就是土石会造成多的流失 那所以其实一个路要维持住 不仅是人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以外 还要有人去维护它 对最重要的是维护 就近的维护 所以在日本石头他们有两种工程嘛 一个叫做补修工程 一个叫改修工程 补修工程就是台湾很多台风地震 台风地震之后 然后土石流可能在某些溪谷 那边的路就流失嘛 流失等天气转好之后 它可能就雇佣当地的原住民啦 或者他们日本人本身就去 把那个路再把它做好 那个就叫补修工程 但万一它这个路流失了非常多的时候 就我刚刚说就变成所谓改修工程 改修工程就变成旧道新道之分 就原来那条路就把它取消掉 另外找地方可能是高楼或者低楼 就取代掉了 那我想要请问老师一下 因为其实在台湾啊 我们从很久以前开始 在汉人进来之前就是原住民嘛 那像这些原住民呢 它对于古道的风貌啊 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原住民跟台湾古道的登山文化等等 有什么样交错的关系吗 原住民它最主要其实它 只会在它的领域范围内 传统领域范围内 它不太敢跨出传统领域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跟其他的族群起冲突 甚至自己族群不同的部落也会起冲突 那个就是所谓的猎场跟那个传统领域的争夺 所以我们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好了 那个布农族群几乎都在南头 因为它南边呢有强大的州族 然后北边有强大的泰雅族 你翻过山之后 还有所谓的阿美族 还有北南族 所以在这些族群范围内 它只能限缩在南头 所以它一直到清朝中叶之后 才跨出南头 进到所谓的那个台中地区 花莲地区 高雄地区 为什么呢 因为在清朝中叶之后 州族人口减少 因为它太早跟荷兰人跟汉人接触 所以它传染病 它人口减少之后 它势力就没那么强大 就没办法抑制那个布农族的往外扩张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所以那那个时候 比方像官方清朝那个时候 它可能会开一些道路说要辅番 那这个也是古道形成的原因之一吗 也是啊 如果依照我的定义 古道就是所谓的官道化 这个定义是对的 因为他们在辅番的过程里面 表示说并不是完全都靠武力 它可能是收买 比如说我付钱给布农族 所以我开巴东关古道的时候 其实里面可能很多布农族工人 哦 它就是请原住民来协助开发这个古道 然后给他们一些好处 对 因为它也只能这么做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好了 好假设我跟这边的原住民感情不好呢 我在开路社是不是会被偷袭 嗯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给他们钱 他们帮我开路社 我是不是省下很多的粮食装备的钱 要不然你看 我还要把粮食装备运到 台湾的中央山脉三千多公尺的地方 然后你运一次你能吃多久 可是如果你跟他关系好的话 你搞不好可以从布农族那边买到粮食 好那你有些那个工作 也许可以请布农族代劳 比如用布农族的工法帮你叠石头 哦 所以说其实原住民对于台湾古道的开发 也尽了一份心力 是 但是当时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很有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老照片 像日本人来之后发现 有些布农族也有汉人的衣服 那可能是出草的时候抢来的 但是有可能是当时的政府跟他谈好 对啊 因为你自己织一块布要织很久 那我直接 你要什么布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帮我做工 刚刚有提到请原住民来做路 请问原住民他们自己制作道路 跟其他平地人汉人制作道路 在技术上有不同吗 因为原住民的建筑 你像北部来讲竹子木头居多 如果墙的话 大部分就所谓的叫航土墙 因为北部比较没有大块的板岩业那种的 可是你到中部 像到布农族来看你看他们的家屋 其实就有那个很长的石墙 很高的石墙 表示他们是有叠那个墙 叠石头的那个工法 也有那个技术 到排完族那又更不用讲了 大概中部以南 你会发现建筑物来讲 石头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所以他帮清朝人维护道路 或者做个什么银盘 大概不成问题 就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对 那像现在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有一些古道 现在都已经变成柏游道路了 比较平地的 高山几乎都还是维持原貌 所以说其实在高山当中 或者是台湾的郊山 也有很多这种古道的存在吗 我为什么说高山上比较不会 被那个薄油路面覆盖 因为我们的车道 一定会有一个叫做坡度比 我跑几公里才只能 那个爬升几十公分 因为这样才会省油 那路面才会比较稳定 对 但是我们人行步道 不宜这样子 我们不用迁就那个坡度比 对坡度可以很陡 对可以很陡 所以你看我们的 中部恒光光路来讲 在日本时代留下什么 大甲西道路 西部 然后东部的话就留下 那个所谓河湾越岭 我们现在去走河湾越岭 走大甲西道路 其实我们很多地方还是可以走在人行步道 所以说在现在台湾的高山上 还是有很多古道的存在 还是很多啊 那老师可不可以就帮我们推荐几条 现在或者是跟我们介绍几个 大家可以去亲近的一些古道 其实就讲一些大家目前都还有在使用好了 比如像北部的话 大部分就是俠克罗古道是大家最常接近的 对 对啊 你跑快点一天就跑完了 你如果中间注意完 就是两天一夜嘛 东部的话 最有名大概就是能高月岭西段嘛 OK 你到天子山中去爬那个什么光丕八表啦 西来南华 那如果南部的话 最有名大概就进水 那东部你们最容易接触的大概就是追陆古道 就和湾越的一段 对 所以其实在台湾还是很多古道很方便去 那东部那个瓦拉米也很多人去啊 那其实也就是巴东关越领道的一小段而已 可是因为其实今天在听老师介绍之前 我对于这些古道、领道、旧路这些 真的是分不太清楚 不过现在就知道说 古道它其实是有不一样的人文意涵在里面 对 那是我个人定义啦 真的吗 因为我们台湾在定义方面来讲 没有像外国人那么认真 外国人在定义上面 比如像他们的山就是要一定1000公尺以上 才叫山 对 他们的古道至少要100年 你看欧洲他们都是很古老的国度嘛 所以没有个100年以上 实在不能讲古道 可是在台湾你会发现 日本时代留下的道路很多只有8、90年 其实还不到100年 那你也看到那个距离 因为台湾本身岛并不长嘛 南北并不长 东西也不算宽 所以其实我们有些古道其实是几十公里而已 也不到100公里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那个所谓的政权转移 留下的官道去讲古道 我的定义是这样的 好奇问一个问题就是 汉人跟原住民或古人他们开路的时候 他们开路的依据会是什么 比如说他们会考量路程的坡度 还是说拓荒的难易度 还是说他开路是为了水源或稀有资源 怎么去决定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开这个路 清朝或日本这种政权来讲他们在开路是有一定准则的 因为他们都有所谓的功法 你像清朝无光亮带兵 他们一定就说我的规定要所谓的轻20尺宽 这是单位吗 对 轻20尺 对 因为以前的那个所谓的台湘 台湿 其实是比较低 它其实大概就是那个宽度 那如果像日本人 他们以前就为了要运所谓的山炮可以走 所以他大概会所谓的叫做六日尺 六日尺就大概180公分宽 蛮宽的 对 因为他要运炮 要骑马 要什么的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规定 那清朝 他其实当初是因为 外国人一直想要把东部变成所谓的那个叫做殖民地 因为他们主张说 那个清朝一直说他们东部没有发展 所以才有什么牡丹舍事件那些事情 清朝就才决定要开发东部 才有所谓开算 才有做什么北路中路南路 他是为了开发 日本人是为了要统治 所以日本人更有趣的 他们就是我的那个整个修路就直接拉进部落里面 所以他的路就已经沿着等高线 反往上反反下 然后直接拉进部落 可是清朝的路很奇怪他就要避开部落 虽然他已经跟他们讲好收买 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很难搞定 所以他们的路会尽量离开部落 就是不要跟原住民有请争执啦 对 所以不同的政权还是有不同的考量 我很想补一个问题耶 就是说吴老师就是年轻的时候 更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接触到这个古道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对这个产生兴趣啊 老师你学的跟这个是相关的吗 没有关系啊 那为什么当时会接触到这样子的古道 我刚开始加入登庵社是因为 在我租车完之后跑去那个苹果店 看到一群人穿着制服进来 我觉得这群人很有活力 所以我就脚钱加入登庵社 那刚开始跟大家一样 也开始都爬山而已啊 所以我对古道我也没有了解 那个时候是几岁啊 那一年我25岁了 哦25岁 然后你说看到一群人穿制服 对就看登庵社的社服啊 哦 所以我就去脚钱入社了 没有人拉我进去啊 然后你就跟着他们25岁才开始爬山 然后就开始参加社团的活动 然后就开始爬山 那爬山因为我们社团以前 是都是在泰鲁阁范围内走动 所以就接触到河环越岭古道 那接触到古道我们当然就想 搞清楚为什么这条路特别宽 那旁边为什么都有叠石头 叠得很工整 那为什么有所谓的那个club club就是山中的杂货店 可以类似这样讲的山中的小旅店 你可以到club投诉啊 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 请他们帮你准备餐啊 但是当然要付钱了 你也什么粮食什么东西不足你也可以就地购买 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真的有啊 台湾山区早期有一些club 现在是没有了 现在没有啦 所以以前早期是真的山里面有这种club 所以早期在山里面活动 其实还不算太差了 真的假的好好玩喔 那些club是当地居民经营的吗 没有啊警察 因为以前山区里面就是日本人会派警察 进去工作啊 你去的话 警察可能说把小孩跟老婆一堆元挤在一个房间 空出一个房间收留你啊 但是你要付人家那个房间的费用啊 那他老婆帮你准备晚餐 你要给他晚餐的费用啊 那隔天那个警察背着一把枪保护你 因为那时候还有出草的事情 那你要付保护费啊 真的假的好有趣喔 所以以前旅行是很花钱的啊 你从头到尾都是钱啊 有钱人的玩意儿 对啊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所以以前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还是有人要爬山 有啊 老师那个年代已经没有了吧 所以我就说以近代登山观点来讲 早期都是属于贵族运动嘛 因为真的很花钱 而且你大概有点特殊的许可 才能够进到山区 因为以前有所谓叫做入藩许可证 你要拿到那个警察单位同意 你才可以进到山区 因为他也怕你无聊 跑去那边跟原住民喜松乌 被人家把头去砍了 说要入藩许可证 先讲说你哪一年哪一日要进去 哪一年哪一日要出来 然后你的目的是什么 譬如说我是登山目的 好没关系你写上去 我说可以就可以 对啊 后来到国民政府来的那个 入藩许可证就变成叫做入山许可证 对对对 因为来没多久就颁布所谓戒言令嘛 你只要离开公路旁边15公尺去尿尿你就违法 因为你从公路管制区跑到甲冬管制区去了 真的假的啦 定义是15公尺 对就公路旁你不能跑太远啊 因为公路算宜种可是旁边就是变甲种了 因为山地乡几乎全部都甲种了 所以我们以前都要缴归费嘛 你像我以前社团会挂在中华三月下面当团体会员 所以我变成我申请的那个入山的那个全部做好之后呢 我要先去中华三月请他帮我盖个章 然后我们每个队员要收10块钱的归费给中华三月 然后我们再拿那个公文拿去那个警政署 那边有个入山办理的单位 他一样再帮我盖个章 一样每个人还是10块钱 所以以前的学生爬山要付20块的归费 那外面社会团体的话 他们就可以自己去警政署办 他们只要付10块钱 所以你看学生还比较花钱 那当时的10块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啊 以当时的物价来说 10块钱哦 我如果没记错以前的脚踏车的税就是10块钱一年 以前脚踏车要付税 对以前脚踏车会有车牌 你要付10块钱才拿到那个车牌 才绑在那个车子前面那个车架上面 真的假的啊 我们真的都住在台湾吗 民国15年的时候送完民国万万税啊 你没看过脚踏车的车牌的税哦 没有啊 脚踏车这么乱 在有些展览里面你还可以看到这种 他们在讲以前的日常生活单 你又看到那个脚踏车牌 又看到那个玩税单 老师你怎么讲的你好像清朝来的人 没有吧你也没几岁 对说真的以前以前就是 这个是民国五六十年以前都还是这样 哦是哦 是的 哇天啊太好玩了 OK 诶老师那你那时候25岁加入了登山社才开始慢慢接触山 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会导入到古道这一块的研究呢 就我就说我在台湾庚那边爬山 就接触到河湾越岭古道就开始去找书来看啊 那那时候其实哦讲日本的书大部分都是翻译的 那翻译最多就是杨兰俊老师嘛 嗯 那后来就宇慧忠嘛 然后吴永华老师嘛 其实我们因为不懂日文说 我们就是从翻译文献开始慢慢去把那个东西把它搞清楚 我就记得我年轻时候第一次去台大去旁听那个杨兰俊老师的演讲 其实他讲了可能一两个钟头吧 其实我听的也是模模糊 因为他讲了很多术语我们都不懂啊什么叫扶珠桥啊 什么叫住在所啊住在所跟什么监督所跟分钱所又有什么不一样 对耶对耶很多耶 以前很多这种术语我们听不懂但是那个没关系 其实你去听这种演讲哦 你只要是要知道说那个好玩的事情知道一件就可以了 像我那时候就听杨兰俊老师讲到所谓小矮人遗址 然后他讲说哪里哪里有 所以我隔天我就背包说一说我就跑去看那个小矮人遗址 什么是小矮人遗址啊 因为台湾有些遗址是比大家所知道那个原住民族还要早的 就是还没有分类的族群他们有留下一些东西 那如果留下东西这后来进驻的原住民族搞不清楚他通常也称为小矮人遗址 布农族很多那种小矮人传说晒虾族也有 所以跟他们真的是小矮人无关 还是因为他们体型就很矮小所以叫小矮人 有可能啦因为那几个遗址我有去过 他有的遗址直径只有两公尺而已 等于说你如果一个成年人躺下已经快塞满了 对所以难怪他们连原住民族都觉得那是小矮人才有办法住 真的有这样的房子啊 你想想想男人在石板路找前面要说是小矮人遗址 近几年才有你觉得那个应该是属于白湾族南部系统的房子吧 好有趣哦 所以老师你就开始研究古道就一直到现在了 对啊 真的是太充满热血了的一段历史 也没有热血啊 反正就是这样 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热血过 第一个部分我们再问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有follow老师的脸书 我们发现老师其实非常喜欢阅读 那如果说现在我们要请老师推荐一个有关台湾古道的书 然后让大家看了之后可以比较亲近也了解古道的话 老师有什么推荐的书籍吗 我就跟我当年一样嘛 就读读阳南俊老师 李慧中老师 吴永华老师他们的书啊 会不会太难啊 还有更难稀啊 不会难啊 真的吗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那这些书现在都还找得到 都翻译都有出版啊 以前远流就出了很多杨南俊老师的书啊 然后政府出版品就有很多李慧中老师的啊 那现在那个郑安系老师他就自己智慧出版啊 所以书很多啊 只是看你要不要看而已 好所以说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想要了解台湾的古道的历史 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刚刚吴老师所说的这些书籍 相信市面上也都很容易找到 那在节目的最后啊 因为我们的频道名称叫做越来越快乐 那吴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登山过程中 经历过什么最好笑 或是自己最惨的遭遇 让我们听众笑一笑吗 可能很难 因为我常常被问类似这种问题 你学有哪一座山最难 哪一座山最漂亮 哪一个古道最好走 因为我常常跟他讲说 人是情绪动物啊 天气不好你的情绪就不好 同样的地方你去五次天气好的时候的情绪 跟天气不好的情绪就不一样 这倒是 对还有你跟朋友去的时候 这个朋友今天很讨你喜欢 你跟他沿路讲一样都不觉得累 改天有一个跟你花不投机的 你就觉得啊我干嘛来这里 所以这个罪至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麻烦的 OK好 那从中可以知道老师非常理性 对不会轻易讲最最怎么样的case 那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部分 我们还有一些有关古道接下来的创举哦 所以我们在下一集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第一集就先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按下订阅分享 不喜欢的话也请分享给考验的人来互相伤害 Anyway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我们讲的主题 请留言在越来越开乐的FB粉丝团 那就下次见啰 拜